提案條文及各委員黨團所提修正動議條文 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74條 雇主不得因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 向雇主申訴或向主管機關檢舉漏違反本法之行為 或拒絕參與違反本法之行為 而予以解雇調職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雇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無效 主管機關應對檢舉人身份資料嚴守秘密外 公務員如有泄密情誓 因依法追究刑事及行政責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 保密及其他應遵刑事相知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劉建國等8人及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委員會所提修正動議第74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 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 而予以解雇降調減薪 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因享有之權益 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為前項行為取義者無效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應對申訴人身份資料嚴守秘密外 公務員有泄密情誓者 因依法追究刑事及行政責任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清明黨立法院黨團 及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共同所提修正動議第74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 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 而予以解雇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 契約或習慣上所因享有之權益 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 於接或第一項申訴後 因爲必要之調查 並於60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聲勞工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 應對申訴人身份資料嚴守秘密 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身份之資訊 違反其項規定者 除公務員因依法追究刑事及行政責任外 對因此受有損害之勞工應付損害賠償責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保密 及其他因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發言 我們同時也截止登記發言 第一位請李鴻鈞委員發言 時間三分钟 加油 加油 來 拍得稍微拍咧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針對勞基法第74條 就是我們所謂的勞工的吹哨子條款 其實勞工吹哨子後 常常遭受到的就是雇主的調職或降級 減薪 然後甚至於解雇 當勞工以訴訟方式尋求救濟的時候只能透過勞工忠誠的義務 那解雇最後的手段 這個其實不及一事二法的這種的法理 所以主張雇主違法 但這些法理都與勞工吹哨所遭遇的 報復性的不利的處分之問題 其實都沒有相關聯 所以從已發生的這個勞工吹哨子案件的判決的結果 可以發現到勞工僅能主張雇主解雇行為不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也必須對於雇主提出的市政一一的舉反政推翻 那對於掌握較少的人政物政的勞工 其實他的勝算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親民黨更進一步的針對這個修改勞基法的這個吹哨子條款 對於勞工因為吹哨子後遭到調職降級減薪甚至於解雇 都認為是不當的這個雇主行為 要給吹哨勞工直接的救濟 另外勞動部一直認為就是說不要另外訂定檢舉辦法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都有很多他的訂定的檢舉辦法 你包括衛福部 其實他就有所謂的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的獎勵辦法 那名稱修正為食品安全衛生檢舉案件處理及獎勵辦法 那環保環保署其實他針對獎勵民眾舉發污染案件實施要點 那衛生福利部修正檢舉違反食品安全案件的獎勵辦法 財政部針對海關處理走私、肉稅、密報等作業要點 農委會針對民眾檢舉這個死費促勤、非法留用的案件實施要點 所以經過我們這樣攏長的這個草野協商 我們親民黨堅持中央主管機關應該訂定檢舉的辦法 那終於入法 那感謝我們各位黨團的支持 那希望吹哨子條款能夠保障我們勞工勇於檢舉不要害怕 在這個地方做一次這樣的說明 謝謝 接著請蔣萬安委員 蔣萬安委員不在現場 接下來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下午在整個馬拉松的條文過程討論當中啊 其實四條算是有具體成果的部分 所以包括了親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跟民主進步黨黨團 最後都共同提出了這個修正動議 那我想只有在整個立法紀錄的說明上 說明兩件事情清楚的留下記錄 那第一個部分是 就目前條文所增列的包括了第四項 申訴進行調查 然後處理情形書面通知勞工 以及有關於身份的嚴守 不得洩露識別身份的資訊 以及接下來除了追究刑事迷失責任外 對於受損害的勞工負損害賠償責任 這三項的條文 第一個要說明的事情是 實在力量本來對於第四項 我們事實上就調查的期間 是把它壓在一個月 那後來之所以妥協 把它放寬到60天 主要是因為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 他去考慮到地方政府 每個地方政府的條件不一樣 他擔心有些地方政府做不到一個月 所以才放寬成60天 那不過我們還是希望 未來可能在執法的時候 時間拖得越長 對於事實的調查 以及對於事實的確認就會越久 希望在接下來在執行的時候 各個地方主管機關 不要把這60天的時間 看成是一個很寬鬆的規定 還是能夠盡速的完成調查 和書面通知勞工 那接下來這兩項的規定 包括了有關於不得洩漏主義識別 及身份的資訊 以及對於受損的勞工 負損害賠償的責任 這兩項的條文 時代力量也不敢略人之美 那必須要清楚的說明 這個是參訪 我們在法務部 今年1月的時候 送到行政院的公益揭幣保護法裡面 不管是在法條文制 法律概念用語 以及最後所呈現出來的損害賠償責任的建立 那這些條文都是參著上述剛剛所講的公益揭幣保護法的條文而來 那希望對於未來這74條在解析試用上出現爭議的時候能夠有所幫助 謝謝 接著請陳一民委員 陳一民不在 現場我們接下來請柯建民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這個地方 我們要對吳秉樂幹事長 表示敬意 好看他一次 受傷以後 呼吸會痛 人痛 當然肋骨受傷了 那 我是一生出生的 吳秉樂 一個月也好 一個月也好 但是 傳給比較困難 吳秉樂 吳秉樂剛才講一句話 他要回來 那看整個條文通過 但是 吳秉樂委員也神經私下跟我講一句話 因為我們同志很久 他只能讓到我市長 現在幹事長 三年前9月6日爭爭的時候 我們一起打過 就是 9月6日爭爭 就是滿久 這姓民案 其實那不是姓民案而已 我們講的是捍衛憲政體制 終結特務治國 我們不容許看到 因為總統 介入司法操作個案 然後 還進行國會 這些過去 所以吳秉樂跟他說 這一個幹部很壞 因為常常被攻擊 那現在又有皮肉之傷 當然我們另外一位 陳曼妮委員他也受傷 那假如說總起來 我覺得這些東西 就在我們所有的過程中 都會過氣 今天我在這裡講到持平的話 74條催潮子條款 真的 這個 嚴史提出來是時代力量 是時代力量 我們這邊 這邊一定 講出 要把事情講出來 大家記得 這個 不讓黨產 也有推照的條款 整個推照的條款 就是說 讓勞工去檢舉 雇主降調解針等等 違反勞工行為的時候 他可以去檢舉 而且 職務管機關 不可以泄滅 泄滅的話 有刑責 就像馬英九泄滅一樣有刑責 這才是徹底保護勞工 這時代力量 嚴史提出來 但是呢 整個版本到最後 是依照親民黨的版本 因為他把它寫得最完整 他把後面 應該如何來處理 因應定立執法 定立辦法 他也把它寫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我們 縱使這座法案 四個多位來 讓大家有些真實 有些不愉快 但是都站在公益的立場上 我在時代力量 很尊敬 也很看重 但是呢 我希望時代力量 我們大家 共同為國家 為來打拚的時候 不要只有抹黑攻擊 現在登記委員軍旅發言完畢 我們開始進行處理 另外 吳委員秉睿聲明 對剛才所有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 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運會 我們現在要進行處理 針對本條之處理順序為一 民進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共同所提 修正東一條文 二 委員 劉建國等八人 及時代力量黨團 共同所提 委員會 之修正東一條文 三 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條文 四 親民黨黨團 提案條文 依序進行處理 處理後 如有任何 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我們現在 處理民進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共同所提修正東一條文 請問院會 第七十四條 照三黨 黨團 共同所提 修正東一條文 通過 有異議 沒有異議 宣告 第七十四條 照民進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共同修正東一條文 通過 繼續處理 勞動基準法 增定第七十八條之一 請宣讀審查會通過條文 及黨團 所提修正東一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七十八條之一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 之一者 依第二項之規定處罰 以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第二十二條 至第二十五條 第三十條 第一項之第三項 第六項 第七項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四條 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或第七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 違反主管 警官 第二十七條 限期給付工資 或第三十三條 調整工作時間證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 機關 一第四十三條 鎖定價期或試駕 一萬期間內 工資給付至最低標準 有前項各款規定行為 之一者 以下列標準處罰款 一未滿三十人之事業單位 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 二十萬元下罰款 二三十人以上 未滿二百人之事業單位 處新台幣二十萬元 上六十萬元下罰款 三二百人以上 未滿五百人之事業單位 處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下罰款 四五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處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下罰款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所提修正動議第七十八條之一 不予增定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所提修正動議第七十八條之一 違反第二十二條二十四條 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六項第七項 第三十二條三十六條至三十九條 是規定者 按該事業單位權益受損勞工人數 每人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下罰款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發言 同時截止發言登記 我們先請吳智陽委員發言 發言時間三分鐘 吳智陽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柯建民委員 我們說 請問 否則 吳智陽委員 響鐘 柯建宴委員 他談得沒有錯 這一條一定要談清楚 這一條今天 從昨天到今天一直蒙黑民進黨 這是有關於罰則的問題 因為有七十八條之一 世代用題七十八條之一 以及七十九條 我們認為 因為都是罰則,就結合成一條換了79條 所以對於78條之一,我們認為不必以審議 但是習近平,抱歉,我要講一下 最後我要表示一下 時代力量不要變成時代訪言 明明就是我們把整合在一個版本上個禮拜就拿很清楚 你今天還在臉書在po 民進黨這個報復性條款,因為郭台銘的案子就罰兩萬 所以民進黨要把罰則修掉 好像我們挺郭台銘只有兩萬 是這樣嗎 我們把78條之一整併到79條 79條有我們對完整的罰則 這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某些民進黨呢 臉書轟船 你現在大家打開臉書看看 是我們把本人民在一起 你怎麼可以說民進黨 把所有的罰則拿掉 這是時代訪言嗎 是時代遺憾 這是時代價值嗎 這是進步的力量嗎 不對吧 大家要講清楚 這一條今天最困擾的民進黨 所以從昨天開始要操作 PET一直在操作 今天早上大家講得這麼清楚 今天早上大家講得這麼清楚 從上禮拜四十六講得很清楚 我們的版本是怎樣 我們整並唯一條 大家都 都有書面資料 結果下午我責問他 他說我就是這樣 這樣會不會痛 所以人這樣會不會曬 實在謊言 不要這樣 我們還要共同走上 台灣未來民主的這條道路 這條道路是非常欺責的 非常坎坷非常困難的 所有價值全部要積極在一起往前走 民主經部長 我們走過台灣的風雨 我個人 從反對運動到現在 已經四十年了 在這裡已經二十四年了 我不希望 整個立環現在的場景是變成這樣 立環只有某些攻擊嗎 立環難道不能好好談事情嗎 這是我們要的國會嗎 所以拜託許永明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假如這個地方 在這個 我今天不拿出來抗議的話 我愧給民進黨 整個民進黨全部門修 接下來請徐永明委員發言 有些東西我得承認我真的學不會 前面還說啊 時代力量有貢獻 現在還講說這叫時代謊言 時代媽寶 時代遺憾 我從來沒有攻擊過民進黨 我也沒有攻擊過小英子 去做他的什麼汙蔑 主席可不可以控制一下 我可不可以有個時間 好啦好啦 大家安靜齁 我們尊重每一個委員的發言 來 來繼續繼續 時代力量 七十八之一很明顯 我跟各位講 就叫鴻海條款啦 就叫鴻海條款啦 全台灣的公司不是叫鴻海啊 主席我可不可以保留時間 好啦好啦好啦 大家 大家冷靜啦 待會大家可以再登記下一條 好不好 大家 剛才柯總在罵我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叫囂啊 好啦好啦 那個徐永遠 徐永遠你繼續講 我不是沒有嘴巴啊 可是我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可以文字在這裡啊 為什麼叫鴻海條款 鴻海在以前的舊條裡面 兩萬是可以罰到三十萬啊 他被罰兩萬 有沒有違法 不 主席這個 這個是怎樣 我可以講到嗎 徐永遠你繼續講啦 你繼續講 大家再 你繼續發言 繼續發言 不是 鴻海 在兩萬到三十萬的時候 沒罰兩萬 有 所以我為什麼講鴻海條款 我們很清楚的講 你如果五百人以上的事業 你如果事業單位 儲新台幣兩百萬以上 五百萬以下的罰還 我們講得很清楚 你如果事業單位五百人以上 兩百人以上 是六十萬以上跟三百萬以下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把這集聚定得那麼清楚 因為主管機關有裁量權啊 他罰鴻海兩萬有違法嗎 他沒有違法啊 各位 民黨的七十九條 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 儲新台幣兩萬以上 一百萬以下罰還 當然你會講說 啊這有情節啦 有規模都放在上面 請問 如果有人去罰他兩萬塊 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違法 我們今天勞動部跟我們講說 沒有問題啦 特修 你的第一修 我都用勞檢來解決 我勞檢可以增加到千人 請問 你罰郭台銘兩萬塊的 一訊號是什麼 就是你盡量做 你盡量做 請問 罰他兩萬塊 從你們的七十九條來看 有違法嗎 有違法嗎 他有違法嗎 有違法嗎 同學 有違法嗎 有違法呢 有違法 有違法 是從其中一到海 有違法 沒有違法 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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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 traz 有違法 我們到底在哪裏 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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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請洪池雍委員發言 洪池雍委員不發言 接下來請蔣萬安委員 蔣萬安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黃國昌委員 七十八條之一的陣列 是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也是少數各個黨團 都有共識的條文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最後現在大家看到 委員會審查通過的條文 還有採納勞動部 給的文字修正建議 七十八條之一 要處理的 就是當我們在說 落實權力很重要的時候 除了勞檢 還要有相應的法律制裁 我大概可以了解說 民進黨的朋友 認為他們的七十九條 兩萬到一百萬 還可以按照規模 來加重二分之一 是足以應應 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 當立法者提供了一個 最下限的選擇是兩萬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確保 接下來的地方主管機關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跟 朱立倫一樣 到時候他還是罰了這兩萬元 他可以很輕鬆的說 這個是立法者提供給我的選擇 我這樣的處分並沒有違法 那這樣是不是特例呢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2016年1月到6月 勞動基準法 違反法條的情況 不管是工時的部分 還是工資的部分 總共有1204件 各位知道 平均裁罰的金額是多少嗎 2.4萬 不要忘了 我們現在的法條 就已經提供給地方主管機關 一個選擇 那個選擇是2萬到30萬 但是 為什麼在執行 罰的時候 當立法者提供了 這個選擇的時候 他們永遠往最低的方向走 這不是一個單一的個案 這是整個系統性的 在裁罰的時候 所出現出來的官方數字 就是這個樣子 面對規模比較大的企業 如果我們還提供 最低額是2萬的這個選擇 當然你說 可以到100萬 那也可以再加重1.2到150萬 但是當立法者提供這個選擇的時候 他罰2萬元 事實上是沒有違法的 那這個就正是78條之一 我們為什麼要按照不同的規模 在不同的規模裡面 涉罪下限 其中最重要的理由 我們還是希望說 委員會審查通過了78條之一 能夠留下來 因為這個是在落實權力保障的時候 真正能夠有牙齒的條文 這樣跟勞減配合 才能夠真正保障 勞工的權益 就79條的部分 我還是要再說 我們真的如果通過79條的話 那未來 未來 當你提供2萬元的這個選擇 我們不要再提供 就算了 我就是要再提供 這個選擇 現在登記委員均雨發言完畢 報告委員會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處理 針對本條之表決順序為 一 民進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 不予增定本條 二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三 審查會條文 依序進行表決後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 不予增定本條 針對民進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 現有民進黨黨團 國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要求敬明表決 敬明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臨時代表決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贊成者多数 我们宣告第78条之一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 不予增定 继续处理劳动基准法第79条 请宣读时代力量党团 亲民党党团 委员林淑芬等18人提案条文 及各委员会党团所提修正动议条文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79条 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 处新台币2万元上30万元下罚还 以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 第16条第19条第28条第2项第46条 第56条第1项第59条 第65条第1项第66条之第68条 或第70条规定 而违反第30条第5项或第49条第5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9万元上40万元下罚还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79条 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 处新台币3万元上30万元下罚还 以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 第16条第19条第23条第2项 第30条第6项第46条第69条第1项 第66条之第68条第70条 二违反主管机关议第27条 限期给付工资或第33条调整工作时间制命令 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议第43条 锁定假期或许假以外期间内 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 违反第30条第5项或第49条第5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9万元上40万元下罚还 违反第21条第1项第22条第23条第1项 第24条第25条第28条第2项 第30条第1项至第3项第7项 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9条第1项 第56条第1项第59条规定或第74条第1项 及第2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5万元上75万元下罚还 并限期立即改善 借其仍未完成改善者得案次连续处罚 委员林淑粉等18人提案定79条 由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 30人以下事业单位 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30万元下罚还 30人以上100人以下事业单位 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50万元下罚还 100人以上事业单位 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万元下罚还 于一年内重复违反同意法条事业单位 如加重处以新台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下罚还 一 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第16条 第19条第21条第1项第22条至第25条 第28条第2项第30条第32条 第34条至第41条第46条 第49条第1项第56条第1项第59条第65条第1项 第66条至第68条第70条或第74条第2项规定 二 违反主管机关依第27条限期给付工资 或第33条调整工作实现制命令 三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异地 第43条锁定降级或税价以外期间内 工资给付是最低标准 违反第49条第5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9万元以上45万元下罚还 委员成移民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第79条 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 注意者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30万元下罚还 以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第16条第19条第21条第1项第23条 第25条第28条第二项第34条第35条第40条 第41条第46条第49条第1项第56条第1项第59条 第65条第1项第66条第68条第70条或第74条第二项规定 二违反主管机关一第24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33条条 调整工作时间证明令 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一第43条锁定价钱或是价以外期间内 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 违反第30条第5项或第49条第5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9万元以上40万元下罚还 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第79条 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 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100万元下罚还 以违反第21条第1项第22条至第25条 第30条第1项至第3项第6项第7项 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9条第1项或第59条规定 二违反主管机关第27条限期给付工资 或第33条调整工作时间证明令 三违反中央主管计划 一第43条锁定价钱或需价以外期间内 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 违反第30条第5项或第49条第5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9万元以上45万元下罚还 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第16条第19条第28条 第2项第46条第56条第1项第65条第1项 第66条至第68条第70条或第74条第2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30万元下罚还 有前三项规定行为之一者 主管机关的仪式业规模违反人数 或违反情节加重期罚还至法定罚还 最高额二分之一 清明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 动议第79条 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 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下罚还 以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第16条第19条第23条 第2项第30条第6项第46条第65条 第1项第66条至第68条第70条 二违反主管机关一第27条 限期给付工资或第33条 调整工作时间证命令 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一第43条 锁定假期或税假以外期间内 工资给付是最低标准 违反第30条第5项或第49条第5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9万元以上45万元下罚还 违反第21条第1项第22条第23条第1项第24条 第25条第28条第2项第30条第1项至第3项第7项 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9条第1项第56条 第1项第59条规定或第74条第1项及第2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15万元以上100万元下罚还 并限期令其改善 借其人为完全改善者得案次连续处罚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发言 同时截止登记发言 第一位请柯建民委员发言 发言时间三分钟 什么叫洪远条款 就是没有修才有洪远条款 因为你在修在79里面修 当然没有洪远条款 我要告诉各位 我在这里最后要很诚挚的讲 有一句话叫国防的新衣 但是也有句话我们可以讲说实在的新衣 大家透过辩论可以很看清楚 到底谁在抹黑 尤其今天这个事情 本党团没有一个人能吞得下去了 明明就不是这样 还是开记者会 而且下午单位指责他 他说我是这样 是可以这样吗 是可以这样吗 79了我们修就是 整个金总讲各位听一下 也就是说本来是2万到30万 我们分为不同的机器 情节严重者2万到100万 再来程序性 有问题9万到45万 那么一般的当然按照N来的条款 但是讲到所谓的红海的问题 大气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学得很清楚 照公司的规模 情节轻重 人数以及次数 加重2分之1 这个已经在劳动计划 所有罚者里面 已经达到顶了 时代力量版本 没有周高明 500人以上 就200万到300万 这个我们版本比你更完整 我今天要再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 所有劳动计划 所有可能罚了 我们都把它罚到顶 但是大家要了解 现在劳动计划所规定的 你没有提累退休准备金 你之前会不提累 顶多150万 因为这是修法 那是规定在78条 78条没有修 当然我们现在 到目前的版本 到底就是这样 假如说 200万到500万 这是所谓你们的红海财款 你们要做华大企业 这个通过以后 从78条开始修 我一直在讲 立法是专业的 78条这次没有修 78条到底就是150万 就是如此啊 我们学很清楚 照企业规模 情节轻重 人数 以及次数 兄弟们 委员 大委员 实在的委员 我们大家要讲道理 你只要一直 某个民进党 攻击民进党 我们再不法讲清楚 今天说网络狂传 你要开记者会 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在场的同仁 我们民进党团要表达 最重要的一切 尤其是把78條之一跟79條一起來看 其實我們都已經考慮到現實 包括有一些違反實體的規定 違反程序性的規定 還有考量我國事業單位有97% 就是中小企業的規模 所做出來的修正動議 但是呢 時代力量黨團透過記者會透過網路 一直在抹黑說民進黨是跟鴻海靠攏 是跟資方靠攏 我相信所有在場的民進黨的我們的同仁都完全了解 我們的鴻海的老闆 已經要選中國國民黨的主席啦 已經要代表中國國民黨來選總統了 民進黨怎麼會去向鴻海靠攏呢 所以千萬不要先射箭再畫吧 我們是公事公辦 我們認為不能只有用規模來論斷他的處罰大小 那如果這樣的話 萬一有一個台積電的人他忘記打卡 那台積電五百人以上是不是就要罰到五百萬呢 所以我們有考量到行政單位 有考量到真正現在很多事業體裡面所需要的條款 跟處罰也不希望他動輒得救 就用宿願的方式來延緩他的處罰規定 所以78條之一跟79條是我們經過思考之後 所做的修正動議 希望我們的委員可以一致支持 謝謝 接下來請蔣萬安委員 蔣萬安委員不在 請黃國昌委員 林寅議員 針對79條的條文 時代力量之前提出來的動議 78條之一相配合的79條的部分 因為78條之一已經被否決了 所以就沒有進一步表決的必要 我先聲明撤回 第二個部分我要再次的說明是 民進黨的朋友認為 依照79條 2萬到100萬 同時可以按照情節加總 已經足以因應實際上面的狀況 我在上一次的發言當中 已經表達我對於這樣子的判斷 深切的憂慮 而這樣子判斷 深切的憂慮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鴻海的個案 在現在民進黨團所提出來79條的動議下面 一樣有可能被輕而罰 那大家或許會說 那是因為朱立倫很糟糕 那是因為朱立倫他罰太低 那是因為朱立倫他包庇紅海 我剛剛已經用具體的數字跟各位報告了 我再說一次 2016年1月到6月 勞動基準法違反法條情況一欄表 總共有1204件 我再說一次 我們現在給地方主管機關的range是多高 是2萬到30萬 那請問我們地方主管機關 才罰出來的金額是多少 是2.4萬 我再說一次 我們地方主管機關在這1200多件當中 在立罰者給他2萬到30萬的range裡面 才罰了2.4萬 未來相同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相信所有的民眾會問 怎麼可以罰這麼低 地方主管機關有朱立倫門的存在 是一個原因 但是立法者在立法的時候 提供了他這個選擇 提供了他這個可能性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在通過這個法條 未來實際運作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共同面對的結果 那至於說 你說按照情節的輕重等等來判斷 這個我們也贊成 這個事實上在行政法法第17條裡面 本來也就在法律裡面 明文的來加以規定 這個是我們為什麼一直說 其實八條之一 我們希望能... 接下來請徐永明委員 這是黃國昌委員剛才講的 平均罰2.4萬 跟各位講 這些案子不是都在新北市啊 這些案子不是都在新北市啊 我們立法... 個人怎樣被攻擊那是一回事 我們立了法以後是要規範整個台灣 我們立了法以後出去會有學者評論 政論節目會討論 大家會去評 這不是只有朱立倫的問題啊 朱立倫們非常多啊 啊這個我們在衛福部的朋友不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的案子會在審查會裡面通過 為什麼會出委員會 為什麼在政黨協商的時候也沒出來談 我再把那條文念一下 各位想想看 5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在台灣有多少家500人以上 儲新台幣200萬以上 這時候 這些地方主管機關 他就想偏談好了 他也是兩百萬 各位 當我們把這個條文通過以後 如果有七十八之一 當我們跟我們勞工講說啊沒關係 你七天假被砍了 你的特修 我們一定可以讓你修得到 可是如果你修不到我們罰兩萬塊 你當然聽了你會不高興說沒有啊 我們是兩萬最多可以罰到一百五十萬啊 可是各位 如果我們跟他講說 你的大老闆 如果沒讓你放特修 他可以罰到兩百萬以上 我要更正喔 不是到三百萬 是到五百萬以上 是兩百萬到五百萬 請問我們出去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勞工朋友講說 有有有 我們有一個很嚴厲的罰則在這邊 如果你沒辦法說要特修 他最少最少 兩百萬 而不是兩萬塊 各位 我今天在這邊講 其實已經不是要說服各位了 我今天在講是為了我自己來負責任 等這個罰出去以後 有一個罰兩萬塊的喔 我跟他說你去調 立法院的會議紀錄 我已經講了 遭到怎樣的攻擊多無所謂 我要講的是 朱立倫非常多啊 這些案子不是只有在新北市發生 我們也砍了七天架了 我們讓他不是二立 是一立一休了 我們只是在罰 折上更嚴謹 更要求更多一點 不行嗎 接下來請陳怡民委員 陳怡民不在 接著請陳怡婕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喔 針對親民黨第79支行政 親民黨修正第79支行政法則喔 若雇主違反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 同工女工退休 或者是職業災害補償 吹哨則條管 只要有關勞工權益的規定 我們將把罰則提高 從2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 提高至1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 那主管機關呢 也應該在他限期的時間內呢 要求雇主去改善 那雇主到最後呢 期限到了 但是還是沒有完成改善的話呢 得案次連續處罰 那親民黨黨團也希望能 藉由勞基法的修正 能真正改善台灣勞工工時過長的問題 在這裡其實已經到最後的一個法條 那有一些立場我需要 就是親民黨想在這邊重申一下 其實為了要過這個勞基法的一例一休 大家都說蔡總統下了軍令狀 那到最後呢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警察還要變成立委的保鏢 半年的爭議走到現在 到底我想試問的是 民進黨把今天當作是最終的一戰 但是你們跟勞工朋友的關係呢 是同路人變成了末路人 那在這當下 勞工朋友又是情何以堪 我不知道總統的面子 或者執政黨的最大黨 在我們執政黨最大黨的例子 是不是在這個當下 在這個勞基法修正案通過之後 是不是你們都顧及到了 那為了砍掉勞工的七天假 大家都原來民進黨都說 那是心中最軟的一塊 可是我們看起來 其實民進黨已經變成了鐵石心腸 那就算你們說 現在執政黨的版本是最好的 也有配套措施 但再好的版本說真的對外界來說 其實是掩藏不了所謂假特休 而真正砍掉所謂七天假的這個真相 那黨議當凌駕民意的後果 我們期待是沒錯 柯總長不斷在每一次協商都說 民進黨只要全面執政 他就會全面負責 我們期待 我們也希望看到民進黨有所為 雖然親民黨在立院黨團只有四席 我們的力量也很小 但是我們的立場終究沒有改變過 或許因為我們很少的席次 所以我們擋不下來 在這裡也非常的對不起勞工 但親民黨在36條 週休二日的部分 37條 拒砍七天假的部分 包括38條 特休假的配套 74條 吹善者保護條款 要求主管機關要訂定保密辦法之外 以時第79條 就是雇主違反勞基法 有關勞工權益的時候 罰則都應該提高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能做的 我們也盡力在做 那民進黨說的 這一些他們所說的配套 再好的法案 其實通過以後 對外線來說 其實一直以來的方式 要求主管 這一點 就需要注意 那麼就像 不說 也許 也許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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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或者恶意的讓它先公時或薪資計算出錯了 五百萬 如果78條沒有修 這是一個違反比例原則 見數不見鄰的修法 第二個 這可能會成為一個裁員的條款 我五百個我扣掉兩個就好了 我兩百個到五百個要罰兩百萬 我裁掉兩個就好了 我把它裁掉了 我就回避了 或者这也可能是一个派遣工条款 我的员工 我30个就用派遣的 我剩下的把它规模缩小一点 我把它躲过去 你们不都说这些人叫惯老板吗 坏老板吗 他会这样躲 或者把单位拆解开来 最重要这个条款 可能是一个只见红海 却滥杀无辜的条款 定下去了 刚才刘师范委员提到一个好例子 台积电如果有一个卡 打卡打错了 五百万 你在你的条文里面怎么处理 一个小型的企业 会计作帐了四舍五路 进错了 好吧算他很小间 六万到二十万 当我们眼中看到辛苦的劳工的时候 你们这个滥杀无辜 无差别处理的条款 你有没有想到三百八十万间 他是老板兼劳工的中小企业 他的小错 可能要面对一样严重的处罚 或者优良 就像台积电一样 一个卡片五百万 只因为你恨红海 只因为你讨厌红海 我也讨厌 但立法者不可以用偏见 立法者也不可以用 我想要处理另外一个人 却忘记还有九十九个人 还活在台湾的土地上 各位 各位同事 当红海被罚两万 我们大家一样愤怒的时候 新北市政府朱立伦做了这个事情 徐老师 我认识你不是这样子的 你只会对着民进党的人问 你们为什么要对红海这么好 你每次说你在骂国民党 都对着民进党在问 我不懂你在问谁 面对扭曲诚实的回答 当你们在脸书 当你们在网络 当你们在自己的言论上 把你的五百万的上限 拿来刻意说民进党两万的底线 说我们向资方靠拢的时候 难道你们不能摸着自己良心 这没有扭曲 这没有恶意 这是实话吗 当上一次公听会的时候 对红海长 说民进党的速度 说民进党的自派那一年 却刻意评议协调的过程 说谎没办法让您正常做谎 承担谈不让您正常做谎 我们拿到更多意义的 我们拿到更多的心服了 我們希望加上科修 最重要的 我們還希望 台灣所謂的老公 這個七層三百八十間 一小時七夜 可以繼續往前走 因為我們要像這個地方 不是人人 在這裡像台灣 不是一個正常的舞台 不過一個人的秀行 我們要像同樣的舞台 台座的不好 一彎彎彎彎彎 不是一個多的不好 讓他學平常 那個密碼說 要想到我們一個樣態 每一種系列 每一種規模 當你發文的時候 要想想 或許我們是怎麼樣子並肩作戰 當我們故事的 共同一個安慰你們好感說 我們面對什麼要採議 決定要我們的興趣 也許我們不想再那麼多 我們不應該有興趣 但是都比到什麼 能見 將下去 會非常加強 我們希望 各位華麗的中國 至少老公共正前生 我們希望 台灣多數的老公 能夠應付這樣合理 民進黨永遠不會忘記 我們是老公共其家人的黨 謝謝各位 好 接著請鄭運鵬委員 接著請鄭運鵬委員 先跟各位同仁抱歉 我沒有什麼情緒 所以我說一定輸定物 我在這邊針對78條之一 跟79條 我做一些補充說明 那也像我們還堅持 以人數論不以行為論的同仁們 再補充說明一下 並不是處罰得重 那修得高就一定罰得到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是前提 所以我們每次在修法的討論裡面 在各委員會 我們都會講到比例原則 那也希望都處罰得到 所以雖然給了行政機關採量權 這個行政機關在採量的高採量的低的時候 他也要面對他的政治責任 剛才我們徐永雲委員 跟黃國昌委員裡面講了很多 他就要面對他的政治責任 所以給予彈性給予採量權 不見得他就一定會採量到最低 那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如果以人數的論 最後結果會變怎麼樣 以後台灣就只有19人的企業 只有199人的企業 只有499人的企業 台灣以後公報拿出來 跟全世界說 我們這個國家沒有500人以上的起源 這樣不是一個笑話嗎 所以很顯然我們用規模來論 來論處罰 你到最後真正的遏制廠商是罰不到的 台灣也沒有這種狀況 有 有線電視跟地方系統台就是這個樣子 上面都是大集團 下面都分拆到各個系統裡面去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希望處罰得到 也希望對勞工有利 如果用人數論 來做於裁罰的基準 我跟你報告 以後第一個台灣沒有大企業 第二個你也處分不到 你增加了企業的成本 你卻讓勞工享受不到保障 這我相信不是你們本來修法的本意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理性討論一下 並不要說好像我們數字比較低了 就一定罰不到 連續處罰 大家面對他裁量的政治責任 讓台灣企業他們有他們的空間 他們有他必須要去遵守的法規 讓台灣的勞工可以真正的被企業照顧到 我相信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你在想想看 如果台灣只有19人 299人 199人 499人的企業 這個是會變成笑話一件 所以我相信這個立法 也是大家精心討論出來的方向 那我也相信 我也拜託大家說 不要用那種抹黑 用那種情趣 去認為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好不好 感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請吳秉瑞委員 現在已經不能大力了 請讓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版本裡面 主管機關得一事業規模 違反人數跟違反情結加重其法源 是法定最高數額的二分之一 這裡面就是隱藏了一個 將來我們在這裡面會定行證明令 怎麼樣子的處罰 遇到什麼樣的太樣的時候 應該給予怎麼樣是等量的 這個就是剛剛大家在談到的 什麼樣的太樣 它應該得到什麼樣的比例上面 比例性 大家有沒有發現 時代力量的提案 其實跟三個黨都不一樣 因為時代力量一直強調 用企業的規模 做為處罰的標準 其實 在這個時代 大家了解 小企業裡面在那邊 辛苦偏遠掙扎的 這些企業主 他的員工可能兩人三人 五人十人 這一種的規模最小 他能夠給予的待遇 一般是 平均以來是比較辛苦的 倒過來講 一個上市公司的大企業 規模大的企業 他能夠給勞工的保障 一般來講是比較夠的 結果我們現在發現 如果你不以他違反的太樣 不以他違法的程度 來去做處罰 而是以企業的規模去做處罰的時候 這樣子其實在做一種反淘汰 台灣不歡迎大企業 希望大家都是19人以下的小公司嗎 我認為這樣子的傾向 就正足以說明 為什麼其他三個黨 跟時代力量這一方面的看法是不一樣 可是遺憾的是時代力量 把他依企業規模的處罰標準 拿來希望架在我們的頭上 說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就是鴻海條款 用這樣的方法 在昨天在今天網路上一直在講 我覺得這個講法對民進黨不公平 同時我也要回應 本席在立法院十幾年來 勞動基準法的修正 這一次比以前都進步很多 我覺得這個不用在那邊爭辯 還有講說什麼以前加班費 比現在這個版本會多 明明這個我們就增加很多 所以我也在這邊告訴其他黨派的同仁 過去 立法院這麼多的同事 很多不是第一任的 他們以前在執政的時候 給予勞工什麼樣的待遇 跟這一次勞動基準法的修正 民進黨給予的版本 我們是在國家經濟發展的上頭 照顧勞工權利走剛所求平衡的政黨 因為台灣必須永續發展 大家說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戒慎恐懼 我步伐跨得太快 走得太大 使得企業受不了 一些邊緣企業受不了 導致裁員 導致裁員 我應該是最後了 我想在這邊 剛剛大家都動了很多的脾氣 我想只是再一次提醒 回顧一下 特休 上個禮拜才提出來 那關於這個罰則的部分 是趕快在這個昨天的時候 再做了 我知道 我說現在後來這個更改 其實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那到現在當然 剛才也可以提到說 我們當然不希望說 為了罰鴻海 然後結果去連累到中小企業 那但是 在這個中間的這個拿捏上面 怎麼樣會更好 我覺得剛剛很多的討論 其實都應該在委員會的時候 就應該要發生 那為什麼這一次的討論的過程 會有這麼 我覺得這一次的立法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困境跟粗糙 我想大家都有一些 心情跟感受 我這邊就不再特別去講 但是我想要提的是說 我想要提的是 時代力量 我想不只時代力量 立法院113個委員 有113種個性 那每一個人在表達他的立場 表達他的看法的時候 會用的這個字句也可能都不一樣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回歸到說 大家動氣的時候 也不一定說就是說謊 我說在這裡就說最特別 譬如說有的時候 我們大家在講話 剛才今天一開始 搞入講39條的時候 吳秉瑞委員有動氣 去跟他講說 你們要的我們都已經給你們 你們要的39條的共識 我們不是在上面都已經講好了 搞入對那個條文可能不夠了解 所以我後來上來 我就特別感謝說39條 經過了這個辛苦的這個協商 最後感謝接受我們的條文 結果我們柯總召就起來說 為什麼你要說是你們的 我們接受 這其實是大家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在這裡 我的意思 我認同大家同意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不要進入這種蜘蛛比較 我們在這邊有多少位同事 大家的好朋友 我在這裡 我們在立很多法的時候 我想各位的助理都知道 我們會去跟前輩委員請教 過去曾經在不同的議題上面 做過努力的 我們會先去請教 我們也不會說 什麼都是我們的功勞 但是大家進入一種 情緒性的蜘蛛比較的討論的時候 我相信 對很多的事情 都沒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說最後我要跟大家說 我相信說過去很多法案 包括公道 選罷法 集合法 黨產條例等等 我們其實在這個 委員會裡面討論的時候 有很多好的生活 都是因為 比較充足的想法可以納入 這個就是時代力量希望的 為什麼我們不跟國民黨一起霸佔 我們希望可以創造越多討論的空間 但是只要我們討論 一定有一些人會動氣 你如果動氣的時候 你就說 你這就是國民黨的同路人 我還是要在這邊再一次跟大家強調 討論的話 一定會有不一樣的個性 有可能 你有可能會 forgive 你這裡 請您就想請 點擊 訂閱 感谢 留言 可 教授 點擊 點擊 view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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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力量黨團撤回提案,請問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那我們針對本條的表決順序為 一、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二、親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三、委員陳一鳴等4人修正動議條文 四、親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五、委員林淑芬等18人提案條文 依序進行表決後,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針對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敬明表決 敬明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單窩地條文 鞋答案 depth 公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应提供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 按建计求者一同 雇主应计备劳工工资清测 将发放工资 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 工资总额等事项 计入 工资清测应保存五年 第24条 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 其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 依下列标准加给 一 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 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三分之一以上 二 再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 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三分之二以上 三 一 第32条第三项规定 延长工作时间者 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 雇主时劳工于第36条锁定 休息日工作 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 其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 另再加给一有三分之一以上 工作二小时后再继续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 另再加给一有三分之二以上 前项休息日之工作时间及工资计算 四小时以内者 以四小时计 于四小时至八小时以内者 以八小时计 于八小时至十二小时以内者 以十二小时计 第三十条之一 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行业 雇主经工会同意 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 经劳资会议同意后 其工作时间得以下列原则变更 一 四周内正常工作时数分配于 其他工作日之时数 每日不得超过二小时 不受前条第二项之 第四项规定之限制 二 当日正常工作时间达十小时者 其延长之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二小时 三 女性劳工 除妊娠或哺乳期间者外 于夜间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条 第一项之限制 但雇主应提供必要之安全卫生设施 一 中华民国八十五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实行前 第三条规定是用本法制行业 除第一项第一款之农林榆木业外 均不是用前项规定 第三十四条 劳工工作才轮班制者 其工作班次每周更换一次 但经劳工同意者不在此线 依前项更换班次时 至少应有连续十一小时之休息时间 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 修正之前项规定 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六条 劳工每七日中应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为立假 一日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一 依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立假 每二周内之立假及休息日 至少应有四日 二 依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立假 每八周内之立假及休息日 至少应有十六日 三 依第三十条之一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二周内至少应有二日之立假 每四周内之立假及休息日 至少应有八日 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 进入第三十二条第二项锁定 延长工作时间总数 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 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 其工作时数不受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 第三十七条 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 节日 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 应放假之日 均应休假 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 修正之前项规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 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六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 每年14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 每年15日 六、十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给一日 加至三十日为止 前项之特别休假期日 由劳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项之 急迫需求 或劳工因个人因素 得于他方协商调整 雇主应于劳工符合 第一项锁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 告知劳工以前二项规定 排定特别休假 劳工之特别休假 因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 而未休之日数 雇主应发给工资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 特别休假日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数 所发给之工资 而数额 记载于 第23条 所定之劳工工资清策 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 以书面通知劳工 劳工依本条 主张权利时 雇主如认为 其权利不存在 应付举证责任 中华民国 165年12月6日 修正之本条规定 自106年1月1日实行 第39条 第36条 所定之立假 休息日 第37条 所定之休假 及第38条 所定之特别休假 工资应由雇主照给 雇主经 征得劳工同意 于休假日工作者 工资应加倍发给 应季节性关系 有赶工必要 经劳工或工会 同意照常工作者一同 第74条 劳工发现 事业单位 违反本法 及其他劳工法令 规定时 得向雇主 主管机关 或检查机构申诉 雇主不得因 劳工为前项申诉 而予以解雇 降调 减薪 损害其依法令 契约或习惯上 所应相有之权益 或其他不利之处分 雇主为前项 行为之一者 无效 主管机关 或检查机构 于接获 第一项申诉后 因为必要之调查 并于60日内 将处理行刑 以书面通知劳工 主管机关 或检查机构 应对申诉人 身份资料 严守秘密 不得泄露足以 识别其身份之资讯 违反前项规定者 除公务员 应依法追究 刑事及行政责任外 对因此受有 损害之劳工 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主管机关 受理检举案件 之保密 及其他应遵行 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79条 由下列各款规定 行为记忆者 处刑台币 2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罚款 1. 违反第21条 第一项 第22条 至第25条 第30条 第一项 至第三项 第六项 第七项 第32条 第34条 至第41条 第49条 第一项 或第59条 规定 2. 违反主管机关 1. 第27条 限期几付工资 或第33条 调整 工作时间之命令 3. 违反中央主管机关 1. 第43条 锁定 假期 或试价以外 期间内 工资 几付值 最低标准 违反第30条 第5项 或第49条 第5项 规定者 处新台币 9万元以上 45万元以下 罚还 违反第7条 第9条 第一项 第16条 第19条 第28条 第二项 第46条 第56条 第一项 第65条 第一项 第66条 至第68条 第70条 或第74条 第二项 规定者 处新台币 2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罚还 由前三项 规定行为 基因者 主管机关 得以事业规模 违反人数 或违反情结 加重其罚还至 法定罚还最高额 二分之一 宣读完毕 报案会 三读条文 与宣读完毕 请问 院会有文字修正 好 没有文字修正 报案会 现在有民进党党团 依据 立法院 职权行使法 第十一条规定 提请将本案 全案 互表决 现在进行 本案之 全案表决 那么 现在有民进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 要求 记名表决 所以我们现在 进行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中委员嘉宾声明 对刚才所有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明镜与民进党团队 在任党团队里面 对 在任党团队里面 发展到 在任党团队里面 开启 对 对 在任党团队里面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59人 赞成59人 反对0人 去全0人 赞成者多数 本案全案表决通过 报告院会 我们做以下决议 劳动基准法 第23条 第24条 第30条 第34条 第36条 至第39条 第74条 及第79条条文 修正通过 报告院会 现在 我们 处理 附带决议 请议事人员 宣读附带决议之内 委员会 附带决议 五项 一 有建于 劳动基准法 第30条 规定 每周公时 不得超过40小时 其立法精神 系让 劳工得享 周休二日 可以充分休息 为少数不效 过逐于 每日 公时 不照顾 八小时 但却要 劳工于 六日 上班方式 规避给予 劳工 周休二日 原要求 劳动部应 正式 此一步 当扭曲现象 并于 劳动基准法 修正通过后 落实劳工 最低 应于 每七日中 至少有 二日之休息 以维护劳工 权益及健康 落实周休二日 二 亲民党党团 有建于 我国 劳工工时过长 休息时间 严重不足 劳工过劳 甚至至此 案例时 有所闻 影响劳工健康 不止胜剧 例如 护理师之花花班 现状 为现行法 就劳工休息时间 之规定并不完善 劳动基准法 第34条 虽规定应给予 轮班至劳工 适当之休息时间 然适当一词 系数不确定 法律概念 至实务上 争议评深 劳资双方 无可遵循 原要求 劳动部应考量 不同产业特性 及不同工作模式 落实轮班至劳工 至少应有 连续11小时 之休息时间 三 第34条 第三项 所定制施行日期 自三读通过 总统公布后 不得超过一年 四 因应劳动基准法 第36条 第37条 法律修正案 对部分公实劳动者 尤其打工族的 劳动权益 有可能有影响 劳动部应于 法律通过后 尽速研议于 法案宣导后 加强部分公实劳动者 从事较多的行业 进行劳动条件检查 以确保其权益 五 因应劳动基准法 之修正 劳动部应于 法律通过后 全面强化 劳动条件检查 以确保劳工之权益 民主进入党立法院 党团所提附带决议 我国法定公实 在本105年 以缩减为每周40小时 但部分雇主 在法定公实 人为双周84小时的时候 已经优于法令 实施周休二日 一周40小时 且在105年 1月1日 法定公实 缩减为一周40小时 国定假日调整为 一年12日 人维持照顾劳工作法 给予劳工 优于12天 日数不等的谈休日 劳动部会 落实周休二日 国定假日 全国一致 推动相关的配套措施 但对于早已实施 周休二日 优于法令 给予谈休日 约30万名劳工 对局等受本次修法 将国定假日 调整为12日 之影响应允政事 原要求劳动部 应拓出各地方 劳工行政主管机关 积极辅导事业单位 不应本次修法 而降低劳工之原有 劳动条件 以保障劳工权益 时代力量立法院 党团所提附带决议 有鉴于台湾劳动公使 居高不下 过去数年的年平均总公使 超过2100小时 超出OECD国家 均值1770小时甚多 现行纪念日 及节日实施办法 为我国劳工休假日 所援引之法源依据 在劳动基准法 第37条条文修正早案 三图通过后 将致使劳工全年休假日 自19日减少为12日 对照我国高工时制 劳动现况时有不妥 况且纪念日 及节日实施办法 仅具有行政命令之未接 不应由行政机关自行删定 此外 现行纪念日 及节日实施办法中 部分纪念日 及节日已无法体现 当前台湾社会 多元文化之核心价值 甚或带有威权一序 也需重新改正 在落实国定假日 放假之规定 全国一致之目标之外 有必要借由 国定假日之重新规划 使国民得以充分休息 及提高劳动品质 并彰显台湾社会 核心价值纪念民主发展 尊重多元文化及传统民俗价值 原要求行政院 于三个月内 将国定假日法 制化至草案 送交立法院审议 以早日完成 国定假日立法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 针对委员会 所作之附带决议 请问有意 有意 就是刚才所宣读的 第四第五案 第四第五案 通过其余余 就不以处理 不以处理 好 那我们正式宣告 第四第五案 造案通过其余余 不以处理 请继续宣读 民进党党团 首提之附带决议 请议事人员 宣读附带决议 之内容 第二 刚才也宣读过了吗 我国法定公时 在本105年 以缩减为每周40小时 但部分雇主 在法定公时 人为双周84小时的时候 已经优于法令实施 周休2日一周40小时 且在105年1月1日 法定公时缩减为 一周40小时 国定假日调整为 一年12日 仍维持照顾劳工作法 给予劳工 优于12天 日数不等的谈休日 劳动部未落实周休2日 国定假日全国一致 推动相关的配套措施 但对于早已实施周休2日 优于法令给予谈休日 约30万名劳工 对取等授本次修法 将国定假日调整为 12日之影响应与正事 原要求劳动部应督促 各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 积极辅导事业单位 不应本次修法而 降低劳工之原有 劳动条件 以保障劳工权益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 针对民进党党团 所提之附带决议 请问院会有无意 好无意我们就照案通过 请继续处理 时代力量党团 所提之附带决议 请议事人员 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 有鉴于台湾劳动工时 居高不下 过去数年的年平均总工时 均超过2100小时 超出OECD国家 均值1770小时甚多 现行纪念日及节日 实施办法 为我国劳工休假日 所援引之法源依据 在劳动基础法第37条 条文修正草案三图通过后 将致使劳工全年休假日 自19日减少为12日 对照我国高工时之劳动现况 时有不妥 况且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 仅具有行政命令之未接 不应由行政机关自行删定 此外 现行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中 部分纪念日及节日 已无法体现当前 台湾社会多元文化之核心价值 生活带有威权移序 也需重新改正 在落实国定假日放假之规定 全国一致之目标之外 有必要借由国定假日之重新规划 使国民得以充分休息及提高劳动品质 并彰显台湾社会核心价值 纪念民主发展 尊重多元文化及传统民俗价值 原要求行政院于三个月内 将国定假日法制化至草案 送交立法院审议 已早日完成国定假日立法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针对时代力量党团 守敌制附带决意有无意义 好 那我们就不予处理 那么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有委员登记 发言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两分钟 请吴委员秉睿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这个法案争议了这么久 终于在今天能够三读通过 回想从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劳动法 到我在空中大学教授的劳动基准法 到我当法官的时候 到我立法院十几年来的立法委员生涯 我敢在这个地方很大声的保证 今天通过这个版本 绝对比以前进步很多 从要落实周休日里面去提高要大幅提高到这个加班费 为了要让全国放假一致不要有汉格的状况 而且增加劳工的特休假这三个特质 都在在的证明这是一个进步的法案 所以或许不是符合了所有人的最高期望 绝对比以前劳动基准法的版本进步很多 这是民进党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当然我们知道好还可以更好 但是在现阶段台湾的经济状况 以及台湾的社会状况 我们这个进步的法案的通过 绝对是让劳工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权益 在这个地方我也要再代表民主进步党表达 我们对这个法案非常有信心 通过之后来执行 我想劳工很快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益保障 以上谢谢大家 发言会我们登记花园的委员 已发言完毕 报言会 本次会议议程 所内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 现在散会 各位 老师 老师 总 15 等 五 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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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